哇,这里怎么有那么大的酒瓶啊,都比我还要高了耶 这里是竹寮山观光酒厂,当然有大大的酒瓶啊 酒厂老板杨东茂早期是靠经营农场及礼木种植为生 由于农场刚好在屏东航道附近 有一天一架飞机碎落,导致农场被破坏 而老板以前就独家以农砖,对于食品了解 于是开始利用在地水资源,制作酒、果醋等产品 酒厂内的产品主张100%天然、纯酿造 不加酒精、香料、色素及防腐剂哦 好,进了酒厂我也要喝酒 大姨弟弟,未满18岁不能喝酒啦 你乖乖地喝大树当地名产凤梨和离植口味的水果醋就好 哥,人家我满18了啦 但是我判断你新智年龄只有10岁,所以还是不准喝酒 哥,这里是哪里啊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喝醋可以喝到醉醺醺的耶 对,因为太好喝了吧 酒厂附近有一个猪料取水站 建筑风格既不算纯中式的传统建筑 也不属于哥德式或巴洛克式建筑 而是中西建筑理念合璧的产物 目前猪料取水站内设施都保留得相当完整 也都还在运作当中 高雄市政府已经将猪料取水站列为三级古迹 你快去洗把脸清醒一下